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西电东书等一系列超级工程,于是中国也享有着基建狂魔的称号。 进入到21世纪,随着国家科技的进步,中国未来将要建设五大超级工程,跨越到海、陆、空三大领域。 这五大工程一旦修建成功,便可让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前列。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一解读。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第一,藏水入江。 藏水入江是中国一项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因为建设难度实在太大,因此一直被认为是谣言。 然而,如今谣言已变成现实。 众所周知,我国西藏地区雨水充沛,而新疆地区常年刚看,而为了缓解新疆地区水量缺乏的现状,于是我国提出了藏水入江工程。 据了解,藏水入江是从雅鲁藏部江源头开始取水,连接鹿江、蓝沧江、金沙江、雅隆江等水系,然后向北进入黄河流域,将雅鲁藏部江丰富的水资源输送到新疆和黄河流域,实现跨地区吊水。 数据显示出,此项工程的长度达到了6188公里,总吊水量将会达到6000亿立方米。 如今,藏水入江工程已经被提上日程,待此工程完工之后,届时将会彻底改变新疆缺水的现状,进一步促进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此项工程的花费金额是以数万亿计算的,并且远远超过了10个三峡的建造费用。 藏水入江工程沿线地区,地质状况复杂多变,除了需要克服地理灾害困难外,最重要的是,工程吊水路线会涉及到众多国际河流,不仅流经中国,还会流经东南亚的众多国家。 如果中国在上游修建水坝,会影响到下游国家的用水情况,引发国际纷争,因此真正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穷州海峡隧道。 穷州海峡是中国的三大海峡之一,东西长约80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29.5公里,最宽处直线距离为33.5公里,最窄处直线距离约为10。 早在1994年,中国已经开始计划在广东和海南之间规划建设穷州海峡跨海通道超级工程,此项工程可以直接将穷海海峡与渤海海峡连接起来,彻底让天欠变成通途。 这条海底隧道一旦开通,从海口到广东省的耗石将从此前的3至5小时,骤降至半小时以内。 这样一来,海南必定会成为中国的重点外贸港。 但是,穷州海峡位于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十分活跃,同时气候条件极其复杂,饱受气旋的困扰。 台风天气频发,若遇到极端天气,还有可能发生海啸。 所以,受制于环境的原因,此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随着近几年科技的发展,我国的基建技术也越发成熟,这些问题都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穷州海峡隧道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项工程。 此项工程直接将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连接起来,目前是我国经济价值最高的海峡隧道。 现如今,我国工程针对穷州海峡隧道已经提出四种设计方案,并且有消息透露出,将会在两年之内正式动工建造。 我们相信,待穷州海峡隧道正式竣工之后,海南地区的交通也将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会得到提升。 第三,中国空间站。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成了世界第一座空间站。 当时,中国想申请加入到国际空间站里,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既然不同意中国加入,那我们鼓起勇气自己来创造。 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现如今,中国空间站已经遨游在太空中。 之所以,中国空间站能够引起全球的关注。 主要原因在于,到了2024年,我国将会继续发射出60吨重的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发射后,有望成为人类唯一载轨运行的空间站。 因为随着国际空间站即将退役,西方国家也将面临没有空间站可用的局面。 所以,很多国家纷纷请求能够加入中国空间站计划。 随着天空空间站的建造完成,中国在国际航空领域的地位将显著提升。 中国正式迈入航空强国之列。 目前,各国都要求航天员抓紧学习中文,为将来登上中国空间站做好准备。 第四,中欧高铁。 中国的高铁技术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地位。 2022年,中国高铁的总里程数已经达到了4万多公里, 并且在不少国家也都能够看到我国高铁的影子。 其中就包括有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 如今,全长9447公里的中欧高铁也被我国提上了日程。 此条高铁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修建难度最大,行驶距离最远的铁路工程。 中欧高铁将分为三条路线建设,每条都是从北京出发。 第一条向南开往,途经的国家有越南、泰国、缅甸。 第二条则是向中东开往,途经的国家有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东欧国家。 第三条则是向西北出发,途经的国家有莫斯科、柏林。 这条高铁在俄罗斯境内就有着2366公里的距离。 这条道路一旦修建好,那么也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高铁。 人们出行乘坐高铁就能够前往俄罗斯和欧洲等国了,而这一撞举也将被载入史册。 进而也完成了一带一路撞举,将众多国家彻底联合起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以上就是我国未来四大超级工程。 中国一旦修建成功,将会带来巨大的改变,那么我国必定会位于世界强国前列。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丰功伟绩。 不仅能够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还能够加强军事防御,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在中华儿女的不懈努力下,这些工程都能够顺利完工。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